環境資源 而且我感受到最厲害的就是 他们很重视产观学的合作 各位可以深切的感受出来吗 所以今天在场我们可以看到 不管是林业保育署 或者是我们试验所 林业试验所 高雄农改厂 农业试验所 还有包括像县政府啊 相公所等等单位 那跟学界的合作 也大家会感受出来 那也因为有这样的一种思维跟态度 高氏部落一直都跑在很前面 所以当老师在讲那个家庭农员的时候 他们都已经把它做出来了 而且如同刚刚分署长说的 已经影响的是全面性的在影响 所以高氏部落真的 你们责任还蛮重的 肩膀扛的东西还蛮重的 那我们跟高氏部落鼓励一下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尤其面对这个极端气候 还有我们在谈到这些民族植物的保种 还有分享文化的传承 包括现在在谈的这种固碳的议题 家庭农员都太重要了 所以要非常感谢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高氏部落这一点 就是不断的跟产观学合作 而且有思想又有行动力 第二个我也觉得让我深深感佩的 就是高氏部落对这个青年人才的培养 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个高氏部落去到那个村子里面 好多年轻人 那个如果不是很用心在做这一件事情的铺排 是不太可能在现在的部落 能够有这一群年轻团队 那所有种种的努力 都是希望能够接续先人 这么优美 这么古老的部落 所有的一切 包括文化 包括这些环境的保全 然后再产生更多新的可能性 新的创造 所以我要在这里祝福 我们今天的活动非常顺利 也要感谢所有在座的伙伴们 都一起在帮 都一起在成就这件事情 那就祝今天活动顺利 大家平安健康 我早就超过一分钟了 不好意思 谢谢 非常感谢我们美派老师